为了帮助偏乡医疗,花莲慈激医院从2000年开始 组成了一支由眼科、骨科、甚至牙科的行动式医疗站 专门到偏远的部落还有村庄做巡回医疗 让许多不方便到大医院就诊的老人家觉得相当窝心 清晨天还没亮,慈激医院的行动医疗站人员搭上游览车从花莲出发 抵达台东富岗渔港后又搭船前往南宇 将近六个小时的交通就是为了帮岛上4000多位民众做疫诊 内容包括骨科、眼科还有牙科 不少小朋友根本没有看过牙齿 大人们也把握机会前来检查 这是第几次看牙齿 一次 第一次 我们这边比较欠缺妇产科啊 小儿科这些部分就医师就比较牵切 那像有这种疫诊的这种活动 我们当地人非常的需要 除了蓝宇之外 行动医疗站也深耕其他偏乡部落 像是宜兰的南澳乡或是台东的达仁乡 院方都特别设计了方便携带的医疗设备 让无法到大医院检查的民众 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身体 而根据统计从2000年开始 行动医疗站已走访了150个村庄部落 共422场一诊 看诊人数高达4万多人次 这样的好成绩让行动医疗站最近又添购了一台 可方便携带的骨质检测机 只要短短的30秒就能够检查出骨质疏松的情况 盼信对行动医疗服务 尤其是老人家有更大的帮助 记者温家凯欢迎报道